儿臣叩谢母后 我没有想要她的姓名 是她不肯离开你 我与你外祖父通了信 让他们想办法 让她施了清白 令嫁他人 这件事要做得滴水不漏 必须找一个无论怎样 都要留下她的人 你外祖查过苏家 苏晓菱的母亲 是齐老将军走丢的外孙女 那肇事本是千金之渠 她曾经婚派给 礼部尚书之子孙阳心 孙阳心是朝中出了名的神情 她的妻子周文静 想要留住她 也是费尽了心思 苏晓菱与赵氏 有着七分的相似 做替代品正合适 你外祖家 怎么和周文静交涉的 母后并不知道 苏晓菱是不是在孙家 母后也不确定 母后只是把原本 这样的计划说给你听 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 谢谢母后 说完这句话 周恒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听着她离去的脚步 皇后回过身 她看着周恒的背影 心里一阵窒息 好似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一样 她的心里很空很痛 直到周恒的身影 消失在她视线里 久久不能回神 周恒知道时间紧迫 一刻都停留不得 所以从正阳宫出来 她就直接出宫了 她不敢想 苏晓菱面对怎样的险境 她要封魔了 她将她所有的暗卫都出动了 一边让人去冥王府 告诉周恒他们 她对她的挺有力 她也没有想过 她是一阵子的 感谢观看